要学保荣 要学忍耐 要学在任何场合当中 不发脾气 发脾气 无常说 你发脾气骂对方 对方受害三分 自己受害七分 错了 胡宽 经教里都常常讲 一念称心起 百万丈门开 发脾气对自己是最大的声势 现在 医学里面讲的是 发脾气消耗能量最大 为什么能量这样 不要好掉 这是愚人 这不是聪明人 不是有智慧的人 所以一定要自爱 自爱的人知道烦恼吸气本来没有 现在搞得这么多 一定要把烦恼吸气断掉 爱自己 生活要正常 生活要清淡 顺境里面 不深贪忆 逆境里面 不深诚慧 自爱 真正爱自己 对身体来讲 健康长寿 是啊 要似乎 这 诶 诶